五花斑斑 留在爱你 不要说这些话 说这些话干啥 说这些干啥 你那么客气干啥 对不对 然后就是 谢谢你啊 老板 你突然间这么客气了 我还有点不太习惯 没有 哎呀 咋说呢 那么像吗 你哭啥 这一会儿不见 你就舍不得了 我在笑 我没有在哭 我在笑 是不是一会儿不见 你就舍不得了 我在笑呀 你是 家人们他是在哭还是在笑 来 家人们男子不见 到底是在哭还是在笑 我是在笑呀 哎 就是我突然就 挺感动的嘛 你一直那么的抓换阿姨我们两个嘛 我跟你说 一会儿我要去买点感冒药 你得给我报销 我跟阿姨说 我不知道你是干嘛去了 我们在街上找了你半天 你也知道今天的天气好冷 你看我穿这么厚 我都 现在头有点有点晕 一会儿我的感冒药 你得给我报销了 在我公子里扣 公子里扣 但是扣不扣 你们不要扣摔个节目 我就说你要去找工作了 是不是 没有 老板 就是 你对我们太好了 然后也给你带来了很多 麻烦 给我们两个 啊 就是你 你对我们好过头了嘛 所以就带来了 给你自己带了很多麻烦 我们两个给你带了太多麻烦了 我想着去找一个 就是 从去开始的地方上吧 然后 然后 那样的话有可能也不给 阿伟哥大麻烦 也不给谭太姐大麻烦 也不给你带来了 你不要去那么去说 他们是他们的事 咱们是咱们的事 对不对 都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了 对不对 谭这些 谭这些有啥用呢 因为我觉得我都是我的错 是我带了 怎么合适你的错 咱俩昨天 咱们杀昨天吃牛排吃了可开心了 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 对对 跟你一起我们挺开心的 也没有压力 也挺轻松 特别是回你老家 我们非常开心 过几天又去啊 过几天 过几天 过几天我们去 我鱼塘里面有了个鱼 看看我们去 整个鱼竿钓鱼 或者说去干啥干啥 以后有机会去吗 我家那个鹅也挺不错的 回去 偷偷的背着我老妈 来我给你整个铁锅 顿大鹅 行不 我家那鹅我觉得不错 回头我给你整个铁锅顿大鹅 哈哈哈 有机会了去 停不 有机会了去啊 有机会了去啊 咋啦 你觉得是不是我爸不够热情 还是我妈不够热情 就不去了 有机会再去你的意思就 不去了是不是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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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非常好让我感觉到有一种家的感觉我从来没有这么好的阿姨对我好过真的 所以我很感动 就很开心 下一次有机会 我们会去看书师而已的 老板爷谢谢你 下次是什么时候 你得把这个事情跟粉丝绕明白 你不要去敷衍 下次是什么时候 三天以内 还是五天以内 还是七天以内 你总要说一句 是不是叫什么 我现在还不知道 啥不知道 你说三天五天 我就接着你 然后我们就去 这样吧 等我找到工作了 找啥工作 怎么可能让你去找 我这钱的好好的 在我身上放了一半 太多了 不重要 带来了很多麻烦 你给谁带来了很多麻烦 你们啊 跟你啥关系吗 本来就跟他们没关系 都是我的错 啥都是你的错 你就是人太好了 知道吧 什么事 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你都得往你身上揽 对不对 跟你啥关系啊 就是这样子的呀 因为我 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你都往你身上去了 跟你啥关系啊 因为我上了抖音 之后 认识了很多树沙 也让他们担心 操心 让他们说 你走吧 腿给你打断 上了抖音 阿伟公 我们两个才认识的 越来越这样子 就是 也有变很多过程的事情 过程的事情 咱们就不提了 阿伯 他又来到了乐山 来到了乐山 我本不应该来到了这个乐山 来到了这个乐山 然后又又 谈来结合 给老板你们两个带来麻烦 你们两个现在你看 搞来搞去的 没事没事 没有搞来搞 不是误会 不是黑粉带的节奏 昨天 昨天不是 喝了八加一吗 喝多了 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我也去给他们道歉了 他们也说了啊 他们也有 他们也有 什么不对啥的 就是说了 这个事也说开了 跟他们没什么关系 我们已经说好了 跟他们没关系 人家唐达姐 人那么好 很多是帅爷都去说他 对对他人很好 人很好 跟他没关系 你看老板 你也人那么好 大厦爷也有 很多是帅爷去说你 没关系 他们愿意说我说 他们不说我 我还不高兴 你看阿伟哥 他已经那么困难了 公司也为了我 怎么怎么样的 那么困难了 大厦爷 很多是帅爷去追他 我觉得这样 我觉得这样行不行 如果说他确实有困难 如果他找到咱们帮忙 咱们该帮还是帮 他以前帮过咱 对不对 咱以后能帮的上的 咱也帮 你觉得我 我们一起去还他的人情 能帮 能帮 能有帮得上他的 咱们也去帮他就行了 对不对 挺好的 你觉得 他以前帮过你 阿伟哥在我身上 发了一百多 太多了 哎呀 那个不重要 不重要 阿伯 不重要 就是他帮了咱们 咱们有时间 去把这个人情给还了 就行了 你觉得呢 就是他不管说是 多少多少 我觉得 咱一次还不管 咱们两次三次嘛 就是咱们把这个人情给还了 行吗 我们 我陪着你一起去把这个人情给还了 就行了 我不能再麻烦你了 哎 你不要这样去说 对不对 咱们打PK输了 你说你还要跟我去哪里玩 你 你可不能够耍赖 对不对 都是成年人 你不能耍赖 对不对 你也已经帮我更多的了 等以后 我又 我又在你身上 欠一百多万的 那我完 那你这样吧 我一年给你 给你 给你 二十万 然后你去给我养五年的猪 咋样 行吗 家人们 养五年的猪 你就去我老家 养五年的猪 反正我 我老妈管你吃喝 行不 家人们 你觉得行不行 家人们觉得行不行 这个行不行 我就 我跟你发工资嘛 一年二十万 年薪 然后你就帮我养猪 反正我老 老爹老妈 管你吃喝 行不 哎 你别开玩笑了 来说一个节目 我们一万多月干 老板 我也是一个 厂长 养猪厂的厂长 我开什么玩笑 我好歹也是个厂长 对不对 家人们 我一个厂长 说话不算话吗 是不是 行不行 家人们 我家刚好我老爸老爸挺累的 就也该招个员工 也该招一个员工 那你就 就委屈一下嘛 对不对 那不是委屈 那不是很开心 很开心 很开心 那就答应 行不行 很开心 那就答应 那是我最想要的生活 知道吗 因为我不希望再 如果想要 那 那 那 他就这么干 感谢用户901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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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 自由自在 不会没有人看得起 看不起 什么什么 这样吧 我把我的厂长的职务 给你当 以后你就是厂长了 你在逗我开心吗 我不是逗你开心 我家那么大的养猪厂 我老爸老妈也年纪大了 他们也干不过来 你想我家里你也去看了 我家两三百头猪 他确实也 也需要人 就像我说一万多人都相信你说的话了 一万多人都相信我说的话 那我说的是实话 对不对 家人们 来家人们 左上角给家人们 安排了一个500的福袋 左上角给家人们 安排了一个500的福袋 来参与一下 家人们 参与一下 行不行 你看我家人们 行不行 你问问你 你对面的家人们 你去我家 去我家当厂长 养猪厂厂厂长 我把厂长给你 我们一万三千人 你们觉得行不行 你那边多少人 一万二三千人 我这么多 那我这边还有四五千人呢 行不行家人们 来 觉得行的 把行打在公民上 好不好 对 去我家做养猪厂的厂长 我年薪二十万 然后我们干五年 五年过后再数 五年过后就涨工资 行不 家人们 还行啊 帅个节目 行不行家人们 来告诉我 行不行 过几天我带你出去玩 过几天我带你出去玩 你上次打PK输给我的 你不能耍赖 你说你是不是一个诚实 守信的人 爸爸你不要再逗我开心了 不是你说你说 你是不是诚实 守信的人 我诚实 守信 但是我 那你上次是不是输了 是不是 但是我真的不想 给你那么添麻烦 你不要讲这个 你不要讲这个 你讲这个的话 你讲不过去 上次你是不是输了 我留在你身边 会给你带来更多麻烦的 你不要讲那些 我根本就不怕 感谢用户90 你要感谢 感谢 你是不是输了 没看到 你还没兑现承诺 你还没有兑现承诺 那你 你现在 有的家人们说要给 每年50万 不行 太多了 我给不起 家人们 太多了 给不起 太多了 吓死我了 我觉得 一年也不用20万 我觉得一年有 两三万够了 两三万我都觉得很多了 但是我 我如果可以的话 也可以多一点 我看过你以前 我以前 我看过你以前 一个那个什么视频 我看过你以前 那个背水泥 我看你一口气 能背两三百斤 家人们 厉不厉害 阿子厉不厉害 背水泥 那一袋的 一两百斤 一百斤 一袋是一百斤 你背了几袋 背了两袋 背了两袋 留不留 家人们 你们能不能背两袋 背一袋 我就觉得困难 二四我觉得很快乐 很快乐 那种感觉 我觉得非常快乐 我觉得一年 二十万嘛 家人们 多了我也给不起 家人们 过几天我们出去玩 好不好 过几天出去玩 家人们要不要他去 来家人们去对面 扣 要还是不要 去不去 家人们扣 去不去 过几天出去玩 我现在就觉得跟你说 你不要逗我笑 逗我开心 逗我玩 你要说什么 你问家人们 你先说去不去 咱们先把 先把之前的惩罚给做了 你听我照顾一下阿姨默 然后我再就 我照顾啥阿姨默 我跟他又不熟 我就拜托你一下吧 你就把我照顾一下阿姨默 然后 你都不守信用了 我也不干 我也不干 所以这家阿姨默 他有点 那个还小 他不懂事 你就不要怪过去的事 你就把我 把我照顾他 起床就可以了 我不干 我不干 他刚刚都伤心了 我挺担心他 但是我跟你说 我觉得阿姨默成长了 他今天找你的时候 紧张的都哭了 阿姨默紧张的都哭了 我感觉他傻眼了 他看到你走了 傻眼了 他在那个高铁在那里 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走来走去 他都傻了 你没有在 当时你没有看到他 他整个人都傻了 他说你不要他了 不是不要他 多怪我 我这个人老是给别人带了麻烦 还把妹妹也照顾不好的 我失败 快回来 快回来 这一天天的 快回来 我先找到一份工作再来 这样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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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家人们的 如果家人们支持你找工作 你就去找工作 如果家人们支持你回来 好好上班 你就回来好好上班 行不行 没事 我找到工作了 我在别的地方上班了 我想的是对的 别人上地方上班不好 你在想我去别的地方上班了 那样的话也 不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误会的事 什么什么的 你抢别人的女朋友 什么我又大人家的小三 货妈妈这些都不会再发现了 知道吗 那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去提 那些都是黑粉带起来的节奏 明白吗 都是黑粉带起来的节奏 也许你他们的话 那你每天都受不完的气 没事呀 我找到工作了 我把地址告诉你们 你们也可以来那里看我们的呀 你的意思是我家的 我这边饭不好吃 不是 还是我对你太可可了 工作爆肝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你太好了 所以我那个不想让很多人误会 家人们咋整 他说他要放 他们要把我炒 他把我炒了 他要把我炒 不是把你炒了 不是这样子 你这不是明摆着 就把我炒鱿鱼了吗 你要把老板炒了 不是我不想连累你 啥年累吗 家人们 有没有年累 你问问你的家人们 问过我这边的家人们 有没有年累 我觉得一点都没有 那你不觉得 每天都有人在吵 有人在骂你 我想明白了 这个事情 今天我吹了四五个小时的冷风 我想明白了 我不给他们机会 家人们听得懂吗 不给他们机会 我不给他们机会 家人们 他姐也是为我们好 他就是不明白而已 他不明白 我给我们两个一起 听懂了吗 家人们 今天为什么我会这样 我不给他们机会 懂了吗 家人们 我不跟他们吵 我不跟他们闹 我会 我会非常非常的尊重他们 我不会给他们机会 谢谢 谢谢点赞 谢谢给关注的 谢谢 明白了吗 为什么我会这样 我是有办法的 家人们 不说了 不说了 家人们 懂了就行 懂了就行 没事 我给他们道歉了 昨天我说错了话 我也道歉了 对不对 我也跟他们说了 我愿意跟他们做朋友 我道歉了呀 对不对 家人们 我说错了话 我道歉 明白了吗 不说了 这个事不说了 这个事不说了 不说了 不说了 这个事不说了 你们也不要担心我 我 我先那个 你 我跟你说 把定位先发给我 你不要 不要这样 你这样我可不高兴了 我不高兴了 你妹妹明天我就把她扫地出门 我不给她饭吃 我饿死她 等你回来就饿瘦了 她都饿瘦了 两三天就可以了 两三天 我很快就会找到工作的 两三天 两三天 人都饿死了 你看她那个体格子 每天吃好几斤大米 你好人 搬到底吗 你就再搬两天吗 我不当好人 当好人 太累了 当好人 当好人 太累了 她每天要吃好几斤大米呢 你不回来 我就不给她 上去 那怎么办 那你回来呀 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我就想明白了 你倒是把一个 每天吃好几斤大米的 妹妹丢给我了 你倒是轻松了 那我得管她饭呀 不是 我 对呀 每天吃那么多 每天吃那么多 谁管得了 我还叫什么 你不回来给我打工 你不回来上班 那 那我不干 我 我就不干了 就两三天吗 两三天 我也就大概 就是说 你晚两三天 还是说两三天过后 我就回来了 你要把这个说清楚 你先把我照顾两天 你把一个干饭的人丢给我了 那怎么办吧 你先不用问我 晚两三天 还是两三天干嘛 你就先 那我不干 那我不干 你不能把一个 干饭的人丢给我 然后你自己出去潇洒了 你把我炒鱿鱼了 过后我还要给你照顾个干饭的 我不干 你让他上班吗 你让他上班 他就有工作的吗 他能上什么班吗 他能上 以前不是都在上班吗 那以前是给你打助手 他是你的助理 给你打助手 现在你都跑了 他还能干什么 上什么班 他是来干饭的 你不干 那我就不养他了 那明天 我今天晚上 我就让他出去 你回不回来 不回来 明天 今天晚上 我就让他出去 我也不干了 那是汉马老板 我不干了 我也不干了 我们很多人在看着呢 你不能这么坏 我就这么坏 你就三天 再照顾他三天 把我看好他就可以了 我不干 我不干 他爱上哪儿去 上哪儿去 去别的地方还给我省饭 那我带着他 我不好找工作 知道吗 那我带着他 我就好上班了 那是你的妹妹 也不是我的妹妹 如果你说 她是我的妹妹 那我就管了 你说 她是不是我的妹妹 来 你回答家人们 你这边直播间多少人 我这边多少人 你回答 当着这么多人 回答 她是不是我的妹妹 如果说 是我的妹妹 这辈子 我管她饭吃 管她有骨头啃 是不是我的妹妹 你说是我的妹妹 那我就管了 回来吧 回来吧 我 我 我决定了 刷一颗钱吗 我那时不想给他们贴太多麻烦了 知道吗 我觉得老板失去我一个员工 他可以找一个更优秀的员工 那你为什么把妹妹留给我 你不安好心 她每天吃三四晚饭 我不是留给你 我就留你照顾两三天 我就会把她接走的 我不干 现在我跟你说了 我也不干了 这样她会很崩溃的 你看她现在好可怜嘛 今天在那里坐着 可怜巴巴的 她说她醒悟了 她说以后她也不惹你了 我觉得这个事 反而成了一个好事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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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懂事了 妹妹觉得她还得依靠 她自己 你把她丢在那里过后 她自己傻眼了 她觉得她自己完了 在这个城市里面 连自己的姐姐都不管她了 她突然间可能良心发现了 我觉得这还是一件好事 你看你妹妹 在跟你拍视频啊 跟你说了 她说以后不欺负你了 我没赖得及看 妹妹 你妹妹发视频了 她说 她说她以后不欺负你了 她说 你不要抛弃她 她一个人在这个城市里 孤苦无一的 人家挺懂事的 醒悟了 我知道 她其实非常好的 她就有点不懂事 所以你帮我照看她 免贴就 免贴就不会再让她跟你听乱了 我不干 反正我跟你说 你不回来 我不干 你要想一想老爸 我跟你说 你看 如果阿姨妹我们两个走了 也没有那么多人在骂你了 也没有那么多人在说你 然后阿姨妹也不会再说你了 然后我也 你看我 不要 你不要 咱们是一个 一个团队 咱们是这么友好的 你不要老爸 你整个就像 西天取集里面的猪八戒一样 一遇到困难 你就要回高老庄 你这 啥事吗 你说整的啥事吗 你一遇到一点困难 一遇到一点困难 你就要走 你遇到一点困难 你就要走 你这样 我属实 我不干 家人们 你说你们干不干 你们干不干 他这样 你这样 你这样不听话 你把他逃不出牌 一遇到一点啥事 你就要回高老庄 你一点 一遇到一点啥事 你就要 你就要散伙 你问家人们 干不干 你问问 你知不见一万多人 我这边也有五六千人 你问问 家人们干不干 你一遇到一点事 你就要散伙 你这个事 我觉得我是不干 我不是遇到一点事 感谢 你知不知道 咱们不提了 压力很大 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 不提他 不提他 就是我跟你说 咱们 你听了我说的话 你要好好地听 听了我说的话 咱们欠他的人情 咱们以后有那个能力 他也需要的时候 咱们把这个人情还了 如果一次不够 咱就还两次 还三次 咱们把他这个人情 还了就行了 咱们一起去还了 他的人情就可以了 行不行 家人们 太多了 行不行 但是他们需要 我们帮助的时候 咱们去把这个人情 给还了就行了 咱也不是说还不了 对不对 家人们 我还不了 太多了 你还不了 我还 你说了 反正你到时候 你就慢慢地打工 对不对 你就慢慢打工 就行了 对不对 你没事 你先欠着我就行 以后你只欠我的 你不欠任何人 如果谁欠你 让他来找我 我当在直播间 这么多人的面 我就说这个事 如果谁觉得你欠他了 让他来找我 就不要找你了 我都认 我都认 就是所有你觉得 觉得阿子欠 欠你这 欠你那的 你都来找我 我认 你不要去找阿子 所有的事都进我账上 我来还 我一年还不了 我两年还 两年还不了 五年还 我不来账 这样不行 这样对你太不好了 没有 好与不好 我愿意 我愿意 对不对 这别人觉得你欠他啥事 让他来找我 别找你了 都记我账 我还 算我的 我不想吧 这个 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咱说 我也不想 搞到阿伟哥 我们两个 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是朋友 我跟 我跟 我跟他的那个 那个唐总说 我们以后是朋友 我们不会互相去诋毁 也不会互相 阿伟哥是阿伟哥 谈谈是谈谈呀 不一样的吗 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我以后 我跟阿伟哥也做朋友 就 就以后他有啥事 他只能 只只只 只护一声 我去帮 然后 可以吗 有什么不可以啊 有什么不可以啊 对不对 我跟他又不知仇人 那 那你以后能把 伟哥 如果他需要我帮忙 我也会 义无荣次的帮忙 因为 我说了 你欠他的 我来还 我该还 我加倍 都可以 都算我的 我来还 家人们 听好了 都算我的 以后你们觉得 阿子欠谁谁谁谁 麻烦来找我 我来还 好不好 但是我 你们说 阿子欠谁 就不要去找阿子了 在主在这儿 来找我 我来还 咱也不赖账 咱也该还 咱也还 好不好 咱们一起好好努力 咱也把这些该还的账 咱也给他还了 该还的人情 咱也给他补上 咱也不差别人事 行不行 我知道 我爸爸父母讨厌我 我知道 他父母讨不讨厌你 那是他的事 我父母不讨厌 我父母可开心了 你看你去我家 我妈笑得那 那可开心了 对不对 家人们 你看你去我家 我父母笑得多开心 是不是 这就是 这是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 我们是一类人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我们这么多家人们支持你 我们是一类人 对不对 家人们 我们全是 一类人 我们 才是什么呢 就是 真心的家人们 我们是一类人 对不对 家人们 阿伟哥不是为了谈他 所以放弃我的 所以哥姐们 你不要这样说 就别人的事 咱不管 如果说他需要帮忙 他就开口 咱去帮就完了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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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干咱们的活 咱们做咱们的事 别人 别人的事 咱不管 如果说他需要我们 帮忙的时候 我们要开口了 不管 咱这儿有没有 他们的粉丝 要需要我们 开口了 我们义不容辞的去帮 义不容辞的去做 不会 虚情假意 咱们 玩的就是真实 你问问你的家人们 你可不可以听我的 他们支不支持你听我的话 你问问家人们 他们会不会让你听我的话 过几天吧 过几天我带你出去玩 之前我也不是说了 那个 那个 去浙江吗 浙江吗 我觉得 看啥时候 有时间 咱也去一趟 带你出去 见见市民 看看外面的世界 好不好 就咱也不管别人 这啥事 有什么事 让他们冲着我来 行不 我觉得我应该 如果 我可以的话 好好工作 好好先挣钱 好好先把人家钱花了 我支持你 这个我一直很支持 家人们也很支持你 如果 支持你 对不对 我不反调这些 我也开心了 没事 咱们慢慢 慢慢 我帮你还 好不好 我帮你还 好不好 因为 很多家人们都 在我耳边 一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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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晚上会失眠 是不好 我听 我听艾莫说了 我听艾莫说了 说你昨天晚上 没睡觉 我跟你发消息 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 你是不是睡着了 不好意思 啥不好意思 你是睡着了 还是不好意思 你下一次 再不接我电话 我可要激眼了 不好意思 我俩又没有 深仇大恨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因为我知道 你们对我太好了 你们肯定不会让我走的 不是不让你走 要走可以 咱们一起走 出去玩 你要出去玩 你一个人玩啥呀 那我是去找工作的 现在都要过年了 哪有那么工作 给你找啊 就找工作 我刚刚都问了 这个酒店的 咋了 你要去干保洁啊 我说你们也找不找员工 他们说不着 不着 也就只有我这 才能给你机会 你知道吧 你说你会啥 对 而且他们 而且一般人都会问我 这个文化 你说你这也不认识几个 你说你这都不认识几个 哪那么好找的工作呀 唉 要不我去工地找工作算了 工地都不收你现在 工地去干活 我背的都是水牛啊 我跟你说了 我现在有一份好差事 俗话说 肥水不留外人铁 你反正要找着工作 我这儿工作岗位又多 你好好在这儿干嘛 对不对 但是我在那里干 但是我给你带来太多麻烦了呀 你没给我带来麻烦 没什么麻烦 你看昨天我们还去吃牛排 吃得这么开心 你看唐唐你们两个连麦 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 我很不好意思 我现在也把误会给他说开了 我也跟他说了 我什么 我这边做的不对 我也给他道歉 还有你看很多树山都说 一个说阿伟队 一个说罗伯队 一个说唐唐队 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我脑海里面已经崩溃的感觉了 我跟你讲 以后咱们不管别人好不好 就是以后我们不要去管别人 有什么事让他们冲我来 行不 有什么事让他们冲我来 你们叫我展昧伟哥 你们叫我展昧伟哥 我去哪里找他 帅哥姐吗 不要提这些事了 不要去提了 一些有什么好提都不去提了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对咱们不要去说别人啥 咱不要去说别人啥 没什么好说的 老板我找个工作在这里上班 我把地址发给你们 你们就可以过来看我 我不同意 家人们也不同意 你一直说你是一个很听话的人 你会听你的家人们的 所以你的家人们 所以你的家人们在关注你 给你点关注 给你加灯牌 我希望你真的是要听家人们的 他们同不同意 你问他们同不同意 出去找工作 我知道 就是加入了我的灯牌的 都是我家人们 帅哥姐吗 你们 你问问他们 就加入一下灯牌 谢谢 你问问他们同不同意 对 我们现在基本上 直播间里面都是没有灯牌的 帅哥姐吗 你都不听话了 家人们不给你点灯牌 你信不信 你说你接下来好好听话 你看家人们都会把灯牌给你点亮 你信不 你看我这边全部都把灯牌点亮了 为什么 家人们认可我 因为我说过一句话 认可我的家人们就会点亮灯牌 你看我这儿全部都认可我 所以说你看我这儿灯牌全部都点亮了 家人们主动把灯牌点亮 你说你听家人们的话 你现在都不听话了 家人们就不认可你 不支持你了 你听话 你看家人们马上把灯牌全部给你点亮 你信不信 我不信 那你说 如果家人们把灯牌给你点亮 那你听不听话 我不是不听话 老板 我真的 我是不想麻烦你们 知道吗 你还听不听这些家人的话 你还听不听家人们的话 你就说你还听不听 家人们都 一万多人的家人们看着你呢 你还听不听话 你们要让我回去吗 书艾克姐吗 你们要让我回去吗 我们现在不说回去的事情 我是说你还听不听话 他们说叫我怎么怎么的 很多人说叫我不要回去 很多人叫我回去 但是我跟你们说吧 我要 我要在这边找个工作上班 你不要去搞这些 我跟你说 不要去搞这些 家人们给你们发一个500的付带 给家人们再发一个500的付带 左上角给家人们再发一个500的付带 你需要一个节目点亮 谢谢点了灯牌 谢谢 哇 你今天不听话 你看家人们都不给你点亮了 咱们不干 我们都罢工了 我不也不支持你了 不看你了 你都不听话了 你单凡你要说你听话 你看家人们 框框就把灯牌点亮了 好多家人们 你看今天这么多家人们都盯着你了 你是不是应该 我想安静安静的两天 你安静两天没事 但是你该回来还得回来 对不对 家人们 我说的对不对 该回来还是得回来 再说好吗 老板 我跟你请两天假 我过完两天再说 请两天假可以啊 你请两天假可以 但是你不能说你要罢工 你要罢工我就不乐意了 我过完两天 我就该找工作又再工作 还找工作 找工作 你好好工作干不了了 是不是 是我这发不起工资了 还是咋回事 你不要去见吗 你们不要去见 我把一幕留在那里 是因为我不希望 我把一幕又带出来 又像以前一样留在街头 知道吗 又让他吃泡面 泡面包的 我想就好好的 在这边找了一个工作 我再去回去接他 然后 加不了 你们加本身 就是那个情义 无限 四群五群六群 你们加四群五群六群 好不好 加四群五群六群 因为一二三群满了 你们加四五六群 我给家人通过 有啥事 我也可以在群里面 给家人去讨论 商量 好不好 加四群五群六群 加四群六群 加四群六群 我去找谁 我不希望别人看不起我 知道吗 摔个尖吗 点我的头像 加粉丝许 你们不想要的一个东西扔掉了 再解回来给你们 给你们 你们还想要吗 摔个尖吗 你把这句话说清楚 什么扔掉了 我不是说你 我说 那个 我说比如一个比方 咱们好好团结 咱们要团结 咱们团结 点正能量 咱们好好做事情 不让家人们失望 咱们多去努力 比什么都好 你知道吧 就是咱们不要 有些时候 我也要说你两句 就是有些时候 还是要多听听 家人们的建议 就是你的内心 要强大一点 你明白吗 有些时候 你的内心要强大一点 多听一听 家人们的建议 明白吗 对 我知道 我们要认其现实 说要对见吗 你现在发展的挺好的 就不要 又又又又重新再来 但是我现在发展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 有时候挺累的 你要听话 好不好 听话 好不好 你相信 家人们不会去害你的 家人们这么支持你 这么认可你 你不要让家人们失望 我想到一个 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 去干啥 去那里 你去挖煤吧 每天脸戳黑 就没有人认识你了 你说你是阿子 我们也不认识 你是哪个是阿子 去挖煤去不去 我去一个 也没有阿伟哥 也没有坦坦 也没有老板 也 就是没有的人的地方去 我跟你说了呀 我家 养猪 家里 还是很多人知道的呀 那你就偷偷去 那样的话 然后也不要玩抖音 你不玩也没关系 你就好好养猪 对不对 衰课经文 也可以 我最想要的生活 就是那样子 每天 尴尬活 开开心心的 也不要 变那么多人 知道 说这样那样的 挺累的 没 没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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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我家养猪 养鹅 挺好 反正你也能扛那么重 每天就帮我妈 背 背 背 那个红薯 背 背那个南瓜 我去养猪吧 去农村里面养猪 你 你 你把猪喂好了 你该怎么玩 怎么玩 好不好 让你们都想哭了 你们不要担心我 不要担心我 要不这样 二子 我们 你平时最喜欢听粉丝的话 嗯 我们今天让粉丝来决定 你觉得怎么样 决定啥 我们打一把PK 如果说我赢了 你以后都得听我的 如果你输了 你去找工作 你要做什么工作 我都不会反对 我也不会拦着你 我赢了去找工作是吧 对 你赢了 如果你确实想出去找工作 你就把我打赢 你就去哪里找工作 我都支持 我也不会生气 我不会生气 也会支持 嗯 我也会默默的保护你 关心你 如果说你输了 你以后就只能听我一个人的话 好好的工作 当然我也不会让你去做什么 不好的事情 你就稳稳当当的 好好听我们的话 行不行 就是咱们有粉丝来决定 我看你的粉丝 是支持你 去找工作呢 还是支持你 踏踏实实的 待在我的身边 让我去照顾你 可不可以 如果你确实想去 那咱今天晚上就打一把PK 你把我打赢了 我让你去 你要做什么 我以后你做什么 我都支持 我都赞成 我在背后保护你 我不会阻拦你 你想做什么 我都支持 但是如果你输了 你做什么 你就听我的 我不会害了你 我也不会让你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你觉得行不行 可以 家人们觉得行不行 行不行 行不行 咱们约定好了 一会儿你如果你输了 一会儿就赶紧把弟子告诉我 然后我就来接你 好不好 我可以想两天吗 还想什么两天 咱们出去玩吗 咱们一起出去玩几天吗 就是我们一起出去玩 本来你也差我 对不对 一起出去玩吗 你有好的 你有好的玩的 你不带着我跟阿姨默 你这几个意思吗 今天我对阿姨默 我都刮目相看了 今天我对阿姨默 都刮目相看了 他九千多人 咱也不怕 没事 你九千多人 我不怕 如果你的九千多人 都支持你出去找工作 一万多人 你一万多人 我也不怕 如果我这边就三千多人 两千人 两三千人 我这边就两三千人 我打不赢 你去找工作 我绝不拦着 但是你要告诉我 你在哪里 我能够方便 关心你就可以了 行不行 可以 可以吧 你一万多人 我没事 我这边我打不赢 反正我就不管你 反正我不管你 但是你要告诉我 你在哪里 至少说 家人们放行 是不是 如果说你有什么事情 我也能够及时的出现 行不行 那这样嘛 三局 老规矩嘛 三局两顺 好不好 阿伟他们老是争来争去的 我这样这样的 我挺不好意思的 知道吗 他们老是问了我 争来争去 吵来吵去的 我挺崩溃的 因为我觉得 我不知道 我总觉得我给他们带来了太多麻烦 知道吗 摔个睫毛 所以呢 来我们支持一把 好不好 摔个睫毛 我们希望阿子在外面的 来我们支持阿子一把 加油 好不好 摔个睫毛 我们希望阿子在外面的 加油 一把好不好 摔个睫毛 加油 一把好不好 摔个睫毛 对 加油 我不想给他们 就是你们看到的 对不对 他们都不认识 无疑无贵的 老是吵起来 老是说这个 这个是怎么袭击 那个是袭击的 都是我带来的 对不对 都是我给他们带来 惹来的麻烦 虽然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一直在他们那里 给他们带来麻烦了 我想 我想去一个不认识 我的人的地方 就是 能去一个 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知道吗 摔个睫毛 然后我在那里找到工作了 我再去接阿姨默 阿伟爸爸 不要我要谈谈 我知道 摔个睫毛 你们可以不要说了 好吗 你们可以不要说了 好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我 我不会去挤一些 我挤不进的圈子 摔个睫毛 我挤不进的圈子 我不会去挤 来我们要加油起来 好不好 摔个睫毛 我会好好的工作 就是 我会 我只想好好的 我自己就是快快乐乐的生活 我不想给任何人带来麻烦 也不想给任何人带来压力 知道吗 摔个睫毛 知不知道 我也不想在老板那里上巴 给老板带来麻烦和压力 知道吗 我也不希望我再联系阿伟哥 然后搞得阿伟哥哥家里人炒来炒去的 我不希望 因为唐太姐那么帮忙 那么帮阿伟哥 又有钱 长得也漂亮 实力也很高 又是老板 我觉得他很适合阿伟哥 然后他也很喜欢阿伟哥 对不对 摔个睫毛 我觉得他很适合阿伟哥 所以我觉得我的话没事 我觉得别人幸福就好了 我无所谓 我真的无所谓 所以我们应该要去支持他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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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的目击 谢谢 帅哥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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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的目击 来加油好不好 有30秒 帅哥姐吗 还有30秒 加油啊 有30秒 拿下 对很简单的事 咱们得靠情商 家人们 咱们得靠情商 有些时候靠情商 很多时候 邪不压正 对 完胜 根本不需要压力 一点压力都没有 你输了 一会儿就把定位发给我 我一会儿就来接你好不好 我想想两天好不好 啥想两天 咱说好的 你输了 你就得乖乖听话了 以后 我也不会去为难你 但是你得乖乖听话 我想想两天吗 这两天我心里有事 但是家人们 家人们想让我来 把你接回来 但是我这两天我心里 有一点事 你有事你回来我们商量完 对不对 这个不能跟你商量的 有啥不能跟我商量 就是我私事 有点尴尬的事 不是你告诉我什么尴尬的事 我现在都好奇了 什么尴尬的事 你要说 什么尴尬的事 所以我过两天 过两天我在那个 你就放我两天假吗 家人们 阿子说让我给他批两天的假 批不批 咱们直播间说句实话 批不批 批两天 阿子说让我 批两天的假 咱们批不批 家人们说不行 这样 你说服家人们 我听家人们的 但是你得听我的 如果你能说服家人们 那我就给你批假 如果你说服不了 你批我两天假 过了这两天 我也就知道很多事情了 我以后 从此以后 我就什么都乖乖的 替你的好好上班 过了这两天 我懂了 家人们 我给他批了 家人们 我给他批了 我给你批判了 你批判了 我给你批判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